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字母是发 发 读作发 从第四线起笔 写一个小处 然后呢 向左侧折过去 越过树中线 大约成四十五角 然后再勾回来一下 这是第一笔 这笔怎么写的呢 给大家画一个大树中线 是吧 树中线 然后呢 这边 大约是一条线 然后呢 看到了 然后 过来 画完 然后勾回来一下 这个勾是要有的 这边是要有的 然后呢 再在这个书龙面上开始形 书龙面上形 那么这个夹角呢 这个夹角大约是45度 或者是呢 大于1.45度 那么现在是很标准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么这里呢 要注意这个形态 还要这一笔 要写出来 这一形态也要写出来 这就构成了 这个字母的一个关键形容 然后呢 从书龙面起 再重新击笔 给个加一8的尾巴 这就是 发 发 这是发 再写一遍 发 发 同样的道理 我们写一个发 写一个发 然后加一个点 它就变成了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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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的 这个要注意 这一定要注意 很多人都愿意在这种地方搞混 大家要注意这个差异 再写 飞 读过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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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啊 写一个 右方的 然后加一个 这个 上做 施 就说 再写一遍 如果说 写一个风 加点 这个读作 呼 呼 写一个风 加点 读作呼 呼 读作呼 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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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敷一下差别 它们也是右侧没有的 右侧没有这个 这边的板部板是吧 没有 所以这个要注意 一起记忆一下 没隔的情况下 我再给大家写一遍 首先是 发 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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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唇齿音 就是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上牙要咬一下下嘴唇的被子 发个发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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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写一个R 这个呢 蛙 蛙 蛙是一个双唇音 是两个嘴唇 一张一合 一合并 两个嘴唇 这个合并是气流阻塞 形成了音 蛙 它与发是有本质区别的 发是一个唇齿音 蛙是双唇音 要注意这个差别 再写一遍 蛙 写一个蛙 加一个点 就唇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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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面 加一个 点窝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 花 车 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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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是发 窝 是唇齿音 下面的是窝和窝 是双唇音 双唇 双唇 唇齿音 发 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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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它们的区别 要注意它们的区别 那我们把这些窝呢 带给大家呢 再写一遍啊 再写一遍 发 发 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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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 挖 窝 窝 那这个后面 挖窝之后后面就没有吧 就没有吧 就没有吧 大家要知道这个 就没有吧 好了 第十题课 咱们就学到这里